第一個這個題目的話就是用Average這個函數 所以到時候它會出現就是哪個函數 你要用插入函數 計算什麼呢?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跟日常考察的四次平均 然後呢以Run的函數 Run的函數 取到整數位 也就是說要Run的是45路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使用這些函數 那這些函數到底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用Average函數 Average函數裡面怎麼 首先的話切到我們的那個 這個題目裡面 那請你把游標放在學習成績裡面 學習成績裡面特別注意 請你點上面有一個這個插入函數的按鈕 所有的函數其實都在這裡面 就是直接把游標放這邊 然後插入函數 那插入函數裡面它會出現很多類別 其中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上面有一個是 最近使用過的 全部然後財務 日期時間 還有什麼呢 數字與三角函數 那比如說呢Average 其實Average的話基本上呢 你可以用推敲的 基本上它會放在哪一個類別呢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個類別 你可以選擇全部 那全部的話呢 你就往下找 它一定按照那個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它是A 再來是V 有沒有 所以往下找 你會發現呢有個Average 這個時候就找到了 那除了用這個方式來找 之外的話 你也可以去找它的類別 類別比如說呢 它這個Average是平均 那基本上 用推敲的可能是數學 也有可能是統計啦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找一下統計 看看統計裡面有沒有Average 也有 OK 所以將來你要找那個 這個函數放在哪裡的話 第一個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找一下它的類別 如果你不知道它放哪個類別 你就用全部 那如果你知道它哪個類別的話 你就找一下 統計裡面 有一個Average 那你就按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要怎麼使用它呢 它會提示你說 你給我LUMBER1 所謂的LUMBER1 就是說你給我 你要平均的範圍 那冒號的話 指的就是說哪一個範圍到哪一個範圍 那我用選的 那選哪個範圍呢 第1次月考到日常 所以你就點這邊一下 往右邊拖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在那個格子裡面呢 會自動出現什麼呢 D2到G2 那也就這個範圍 已經幫你選起來了 那D2到G2 冒號的意思就是 這個範圍 到這個範圍 有沒有 D2到G2 那它會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範圍 拿過來之後 自動幫我做什麼 平均 平均的結果會放在下面 會幫你怎麼樣呢 把這個結果丟到這個格子裡面 就是所謂的函數 也就是它為一個返還值 返還到哪裡呢 返還到你指定的那個儲存格裡面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就完成了 接下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還沒完成 就是它第一個完成了 可是第二件事情呢 它要我們做什麼 做一個 什麼 Round函數 那也就是說 你這個Round函數要取到整數喔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現在已經是取到整數了嗎 其實是沒有喔 你可以到常用裡面 找到那個什麼呢 增加小數點 你會發現它小數點其實還在 那如果說你要把小數點喔 也去掉的話 並且四蛇無路喔 你要記得用 第二個函數 那第二個函數呢 叫做Round函數 請你把 等號前面喔 等號的後面 把這個 這個裡面的公式先剪下來 好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把剛剛平均的東西 再插入一下函數 好 然後呢 記得喔 Round函數呢 基本上喔 它是放在 欸 它是四蛇無路喔 所以你用 欸 拆的應該也可以拆得出來 基本上如果你要四蛇無路 通常是要計算 所以 通常是放在數學 與三角函數裡面 裡面往下找應該會有一個 所謂的Round函數 所以你往下找 那它會比較像 它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往下找 應該會有一個叫Round 這個Round 它也會跟你講說 這個函數怎麼使用 欸什麼啦 將數字四蛇無路嗎 並且它要丟兩個東西 一個是 給它一個數值 第二個呢 去取到小數點的第幾位 OK好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那個公式剪下來對不對 所以你把那個公式貼到這邊來 所以剛剛的什麼Average 平均的結果 81.5 請你幫我取到整數 那整數的話 特別注意喔 是0 如果是0的話有沒有 就取到整數 如果你1的話呢 取到什麼呢 小數點第一位 如果是2的話呢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那當然還有什麼呢 負1 負1什麼呢 取到什麼呢 就是 整 就是整數 等於是10 10位數啦 也就是說把那個 第1位數 四蛇無路 如果 那這一題的話 是要什麼 它是要取到整數 所以特別注意喔 請你輸入0 OK 好了之後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 四蛇無路最後的結果 做出來 那實際上當然你也可以 從頭到尾打這個公式啦 公式打上去也OK 不過很容易做錯 記得用那個我剛剛用的方法 然後最後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底下的 因為你成績算好一個嘛 那以Sale我覺得最好用的功能就是 它會重複一樣的公式 所以你可以向下填滿 那怎麼樣向下填滿呢 游標移動到這個儲存格的 什麼呢 它的右下角 會多出一個十字出來 本來是 白色的十字 移到這個 空點上面之後 會變成黑色的十字 按住不要放 往下填滿 這個時候 移動到哪裡呢 最後一個 等於是30號這邊 把它放開 那其他的成績就算出來了 OK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了 我們的第1 題的部分 OK 所以這邊的話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是第1小題 當然如果你以前用過函數的話 我想應該很簡單 可是如果你沒用過的話 恐怕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OK啦 看一下這個趨勢圖 做出來 假設你需要一個效果類似像這樣 題目裡面 因為他要我們做出來的效果 大概就是要 做哪些呢 第一個就是依據什麼 第1次第2次第3次 日常考察 學習成績 然後他要 套用什麼 就是要做一個趨勢圖 所以特別注意 你要找到什麼叫趨勢圖 再來的話呢 套用哪一種樣式 就是走勢圖裡面的 樣式 彩色 特別注意是彩色 5個 頸是Lumber Lumber第6個 然後呢 標是什麼 最高 高點跟 最終點 所以 我們要把它 要 他要我們做的 把它 逐一把它完成 怎麼做呢 首先第1個 如果你要做出來 類似要這樣的 趨勢圖的話 記得 第1個請你先把 你要 指定的成績 總共會有5個成績 先選起來 先把這5個成績先選起來 將來把 趨勢圖放在他的右邊 那第1個動作 先把 這5個成績 選起來 第2個的話 你要找到什麼 在那個 插入裡面找到 有沒有一個叫 趨勢圖的 有沒有看到這邊 應該叫走勢圖 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在 這個 插入面板裡面 會有一個叫走勢圖的 那他要我們做的 就是一個什麼呢 他要我們做的是一個什麼 所謂的直條 直條圖吧 如果沒有錯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要我們做的是 走勢圖 這邊的話 OK 一個直條圖 這邊一個直條圖 樣式 所以 我們就把 游標先選起來 然後呢 再 插入這個 直條圖 那直條圖 因為我已經選了這個範圍 所以基本上 你會發現 資料範圍 自動會顯示這個範圍 再來的話 他問你說 最後你要把 走勢的群組放哪裡 記得這個地方呢 請你選 哪裡呢 選這個格子 就是I2的儲存格 所以有不要放 放這個 點一下 這個地方就會顯示 I2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 把走勢圖 先放在這邊 OK 那 可是問題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樣式是哪一個呢 記得點旁邊一下 他會有一個彩色的 其實你往下找 彩色的應該是最下面這一個 有沒有走勢圖樣是彩色 請I 可是問題 我們要他要請6啦 就是第六個 所以往右邊推 推第六個 實際上這個就是了 有沒有彩色的 那點擊他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每一個 其實都會有樣式嘛 這個是 什麼呢 樣式 輻射一 這個是 輻射一 反正每一個 每個都有名稱 那我們就選 最右邊這一個 好 選了他之後 再來的話 他要什麼 高點 跟什麼呢 最終點 就是最後點 所謂的高點 就是最高的那一個 把它改一個顏色 最後點 是最後這個 其實 學習成績換個顏色 你會發現有沒有 你如果沒有打最後點 他這個顏色沒改 好 做完之後的話 把這個 向下填滿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趨勢圖 就很明顯的出來 最後紅色的 就是他的學習成績 他前面的變化 就是他的什麼 每一次的考試成績 再加上日常的考察 所以會非常的清楚 那哪一個最高分 就一目瞭然 有沒有 最高的這個 他是第2次月考 這個是日常考察 第2次月考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圖裡面 看出每一個學生 他的 整個考試的 這個 這個分數的起伏 OK 所以趨勢圖 OK就完成了 記得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 第2題先完成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學習成績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總共要區分的兩邊 一邊是 左 這個 左邊的 就是打勾 是 60分以上的 包含60分 打差的是 40分 不是 50分以下的 問號的話 驚嘆號是什麼 59分以下 到50分 如果說我今天要修改 這個部分 該怎麼做 這第1個 第二個是 如果他及格的話 那就是藍色的 如果不及格的是什麼 就是紅色的 有兩個部分 這個我想 一般如果你會接觸到那個 計算學生的成績的話 一定都會用到 這個功能 而且 如果你加了這個功能 之後的話 遠遠會比你 原來做的 原來像這樣子 什麼都沒有來得好很多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1個 你要知道 就是說 在常用裡面 第一個常用裡面 有一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有一個叫 圖示期 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 我們要的東西嗎 對不對 就這個 但是 這個不是 不是最後的結果 那我們要怎麼來使用 它來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 這個 網路 OK在這裡 好 那 第一個的話 他要我們怎麼樣 就是 學習成績 條件1 三符號 無框圖式 分數如果小於50 XX 大於等於50 驚嘆號 大於等於60 是打勾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先把範圍選起來 那怎麼選 選第一個 按SHIP鍵 再選最後一個 按SHIP鍵 將這個範圍先把它選起來 第二個 設定格式 條件 圖式期 但是如果你直接 點它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好像不是我們要 如果你直接點 你會發現 它預設是什麼 就是 60分是驚嘆號 不是我們要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要進到裡面 這邊有個其他規則 請你選其他規則 其他規則 裡面的 一樣會有什麼 有圖式期 那我只要變更什麼 這邊有一個叫 數值 先把它改成 數值 當什麼時候 然後是 那個 打勾的 就是 大於等於多少 60 對不對 再來什麼時候 是驚嘆號 當這個 數值 如果是大於等於50 的時候 那就是驚嘆號 那剩下的其他的 那就是 XX 按確定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你會發現 XX 驚嘆號 OK 驚嘆號 那沒錯 第一個就完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 第一個 請你在圖式級裡面 其他規則 去把它設定好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他成績是及格的話 是藍色的 不及格的話 是紅色 該怎麼做 第二個也是 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怎麼做 新增規則 第二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是指的右邊的 右邊的部分 請你用什麼 新增規則 剛剛是圖式級 那我們怎麼做呢 第一個 新增規則一下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請你選什麼 就是指格式 選第二個 格式化包含下列的儲存格 就儲存格裡面怎麼樣 如果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做什麼格式 下面不是有格式嗎 你把它點擊 就是當這個條件 產生的時候 我們就給一個字形 顏色 什麼顏色 給一個藍色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就是 當他大於等於60的時候 是藍色 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如果是大於等於60 是藍色 那可是紅色怎麼辦呢 再一次 再新增一個規則 然後一樣 選第二個 指格式 什麼 下列 就是什麼 小於 多少 小於60的話 那就給紅色 所以格式呢 就選擇 這邊有個字形 字形的 色彩就選擇紅色 再按個確定 看一下結果 這個時候的話呢 再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只要不及格的 全部變紅色 OK好 兩個部分 那把畫面呢 還給各個 特別重要 第一個是從這邊 其他規則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 後面的部分 然後再撫電梯 再換個捏述